最近天氣很熱 所以呢 今天我們要談的話題 就是你是個行俠仗義的人呢 還是一個雞婆多事的人 因為很多的時候呢 你覺得為朋友兩肋插刀 可能他覺得你多管閒事 有這種吃力不討好 公卿變世主的事情 今天我們在座請到這幾位呢 都有這個一點點小小的傾向 自認為自己是行俠仗義的人 小禎 嗨 她是社 社小禎 對 Vicky呢 她自認為自己是很... 雞婆 就是應該衝雞婆的 Vicky是巨蟹座 好 張特寶是雞子座 常常呢 在她的臉書上面 會多試一下寫一些東西 感覺上好像很行俠仗義 是的... 是不是 然後惹得一身... 然後有點味道耶 不是那個心啊 對... 好 來... 你減肥了嗎 就差不多 稍微自己要節制一點 因為他在機場 被人家認為是董志成 有沒有 對... 我前兩天才遇到董哥 他真的 他又胖了嗎 對 這樣子就不會 因為現在康哥也胖了 所以我又被認回董東康 對... 好的 那我們再提主播徐曉筠 大家好 然後主播通常都是要比較冷靜的 要比較... 主播不是很公道嗎 對啊 可是看不過去的事情 哪有人播報球賽就是 好想贏你什麼 對不對 蓋著個人情緒 對啊 中華隊耶 是不是... 所以呢 你是什麼星座 金牛座 牛 金牛應該這麼衝嗎 對不對 好 阿諾 好 阿諾姐好... 是屬於雞婆又行俠是不是 對...我屬於是旋轉型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是雞婆 還是行俠葬藝 妳是天蠍嗎 我是天蠍座 來 我現在喔 大家都認為自己行俠座 我現在來問幾件事情 看你們會不會做 因為我覺得啊 這個裡頭就是有... 因為我們又是藝人嘛 那有些事情 比如說 排隊中碰到有人插隊 妳會不會去管 會 請出手好不好 肯定要管的 鐵定一定 一定管 我怎麼管怎麼行呢是不是 真的 這是會亂的秩序 張哥本 我們兩個不會啊 不會 不是吧 你是被罵的那個嗎 不是... 反正看你插隊不是罵 堂哥就是罵董哥也會罵 對...那個是... 不會 你不會嗎 我... 我比較還好 怎麼會不會 一定要喔 一定要嗎 因為你在那個大樂天喔 帶著小孩去迪士尼樂園 對 如果有人插隊 對 你已經排了半個小時了 突然有人插隊 你怎麼可能不管呢 對 那你當然就會說 大嬸 我們這裡是在排隊的喔 然後他就說 排隊 我們就有老人家 我說你們有老人家 我們有小孩啊 而且這個遊戲 可能老人家不太是喔 沒有 妳會講這麼多嗎 有 你看到人家插隊 你都會說 胡小禎 有人插隊 不是 那是我 那是... 你不在的時候 我單飛的時候 我就會勇敢 我就跟他說 你不行這樣 然後我說 我還歸勸他說 這老人家可能太刺激了 你還是不要讓老人家做這個 你這樣子喔 你這樣... 給我了 愛在這個機會 因為喔 你不讓人家插隊是一件事情 你說人家老了 人家可能不讓人家 對啊 奇怪 是不是 來...不愛做 不讓做 管啊 一定要管 一定要管嗎 對 我覺得台灣人 有時候他不是不讓做 他只是欠人家點醒他 而且現在很多人 做那種不愛做 有時候就假裝睡覺啊 那肯定是要把他叫起床的 對 或者是都是一直這樣子玩手機 然後或許我有時候都會 一開始講 我一定會比較好言相勸 因為我會覺得 他可能是不小心的 但是如果已經跟他講 他還是不起來就會兇他了 兇他 還兇他 對啊 沒有 就是有的時候 你可能叫他起來 他就會說 那個老人家都沒有要做了 你們在那邊叫什麼 然後我就說 這博愛做本來就不是你應該做 等一下你是斷腿嗎 還是... 你四隻好好的 因為我不讓老人家做呢 然後旁邊老人家就說 沒關係 我下一站就下車了 沒關係 我下車 然後我說 伯伯 沒關係 我跟你說 這位子本來就應該要讓給你們做 然後他就說 等一下老人家下一站就下車了 然後我就真的吵到伯伯下車了 他都沒有做到伯愛做 是不是 就有臉皮這麼厚的 對不對 人家勸他 他還要囉嗦對不對 有一點年紀小一點點 有一點小我就會這樣 你這樣子會很容易導致這個... 吵架 你這樣做 因為你要讓被講的人有台階下 應該是這樣 我的做法會是 就看到伯伯還會看到這個 坐在伯愛做的人 我說 長輩 你咕我 你叫我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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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長輩就說 沒有關係 他都完 不要理他 真的 不要理他 他會因為遠離我還讓座 通常你們看到 比如說在排隊的時候 或在捷運或在某些地方 看到有個男生 好像對女生毛手毛腳 會管嗎 會 等一下 你們這些人懂 萬一他是他男朋友呢 會看狀況嗎 因為如果是有些分站上來的 你肯定就知道 要看狀況 如果這女生的表情是很開心 那就算了 那如果你要求救 就是... 這我就覺得 我覺得有爭議性 所以常常你們會被人家嫌的人 對 就是說有些女生啊 男生這樣 他會這樣 不要... 所以他們倆很好啊 其實陌生男子 這可能有一點比較難分辨 可是我們碰到的是 比如說可能在圈內 比如說張克帆可能會對比一下 長得比較猥瑣的 人醫師是這樣 對 就是或是說 譬如以前...之前我就有夢 對 你不會 對不起 我舉錯例子 你會很開心的對不對 看我小路亂轉 以前都是他對人家毛手毛腳 可是比如說像小腿比較漂亮 那我跟他合作過很多節目 他有時候可能就會被一些男藝人 毛手毛腳 我就會把他拉走 我也有過 我也有把他拉走過 妳沒辦法 妳也有把他拉走毛腳 我說我也把他拉走過 對不對 類似啊 我也把他拉走過 可是妳真是碰到認識的 我有次在捷運上 我碰到有一個男的 就那女生穿很短的裙子 然後那男的就用大腿 一直戴在後面這樣子 好可憐喔 對 然後終於是捷運上沒什麼人喔 那妳就把他拍下來 然後說 沒有 我想說 我就立刻要衝過去救那女的 你知道我會衝過去 要拉那女的時候 那女的是這樣 就是好像我是對 然後就硬是 一直往那男的身上蹭 妳知道嗎 因為他就那男的在後面他這樣 然後那男的在後面很爽 然後我就說 過來 你過來 他就你幹嘛 你要幹嘛 然後整個捷運上 就以為我要對那女的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比較... 比較聰明就先拍照 我就先拍他 有要趁他的動作來證明 因為如果你這樣子去講他 抓他或怎麼樣 抓他或者人家會怕 然後或者說你那個男生 你有看到嗎 有時候是會動作 不會 我會什麼都不講 直接擠過去他們兩個中間 結果變你啦 對啊 對啊 然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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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覺得 能做這些事情真的要小心 要小心 就是行殺仗義變成雞婆了 對 是不是... 這真的很... 好 今天我說的一些事情 是平常人也都會遇到的 好 請注意 老人家過馬路走到一半變紅燈 這也太危險了 這真的很危險耶 這真的很危險 我告訴你 我常常就是算 夠不夠跑 夠不夠的 就不要跑了啦 不是 有動畫難路 有一段很長啦 要走三個街口啊 每天我都在那裡想 對... 一天就跑在那裡 你今天幹嘛 過馬路啊 對 花一天 那個你跟我都過不太去耶 對啊 不是 你就是要算 要不要跑 看每個人都在走 然後我就... 真的 可是我真的有一次在路上 真的是碰到老人家推垃圾車 資源回收車 然後在巷子裡面 然後他就走得很慢 然後我是在他前面 那當然你就看到他 你就會讓他 可是後面的 有可能是被我車擋住 所以看不到我前面有一個 婆婆在推車這樣子 他就一直猛按喇叭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覺得超不爽的 你到底按什麼 然後我就下來 我就說 你要不要看一下 前面有個老婆婆在 推那個資源回收車 你要不要等他一下 因為反正坐在車上等 也是等 然後我下來跟他講說 為什麼我會在那邊 我不是不走 然後後來那個人下來看到才 原來是這樣 然後就幫婆婆趕快推走這樣 其實這是不錯的 或者是你講都不用講 就下車了 幫他推這樣 沒有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婆婆也是 他會覺得你要搶他自己 他想說你要幹嘛 對 所以喔 這個 其實有的時候好人 好心好事 有的時候會被人家誤解 但是這不能改變我們 行想要仗意的心 但是接下來的這個問題呢 我覺得各位也要請注意 如果隔壁鄰居 我的意思是說不認識的夫妻 在街上吵架 你們會做什麼反應 我有過 就是 你跟居中在吵架 等一下 是你是居中很吵架 還是... 我跟居中很吵架 都關在門裡 那但是隔壁鄰居都會... 他們的嗓子已經大到 門關起來都聽到了 他們鄰居已經有一天晚上 直接在自己家裡 鄰居各自在自己家裡 聽到居中很驕傲 你別開 好... 晚屁小孩做壞事 愛的教育大破功 然後看到路人打小孩 你當然就報警了 但是你看到你熟的朋友 要不要管 這很難插手 很危難 因為有些小孩他是欠打的 我們兩個出去常常... 就是有一段時間 沒聽到亮亮跟我女兒的聲音 有 一定出事 真的 反正廁所 可能洗手台塞衛生 其實還是什麼 這一題我可能要反過來 我跟居中很吵架 都關在門裡 那但是隔壁鄰居都會知道 他們的嗓子已經大到 門關起來都聽到了 他們鄰居已經有一天晚上 直接在自己家裡 鄰居各自在自己家裡聽到 居中很驕傲 你閉嘴 超大 超大 對 可是如果遇到隔壁鄰居 我們就是會 然後曾經有一次是 不認識很遠的 就是我們 我們那時候住13樓 然後就突然很大聲的尖叫聲 然後跟就是一個男的 在追打一個女生 然後居中在抽菸就很大聲 然後就看到 他就突然大叫說 然後就是要嚇阻那個人 不要再動手 因為他們的管理員也沒出來 也沒幹嘛 就眼睜睜的看著那個女生這樣子 然後我就跟著大吼說 你在這樣 我要報警了 然後就真的好像在拿起電話這樣子 就是做事要報警 可是我也不知道他看不看得到 我們13樓 但是我們就是有故意 用聲音來嚇阻他 不要再這樣子 會不會那個人在追趕他 然後我說不要打 回過頭 還好我們在13樓很遠啊 所以他跑不上他 因為這樣人家知道你住哪裡耶 可是沒關係 可是至少當時 對 其實我覺得 吵架我們是不太會管 但是如果真的打架 聽起來有... 對 他已經打到路邊了 那怎麼可能不秀 但是我跟你講喔 會把家人打到路邊的人 這個人一定是脾氣 非常非常暴躁 所以當然你們去拉架的時候 他說要小心 最好先報警 對 就後來還是有做事 但是後來還是有真的報警 跟他講是某個社區的哪一個地方 妳會嗎 去關心一下 會啊 我還真的有 在...有打電話去報警 因為也聽到那個女生尖叫聲啊 鄰居 那男生跟女生在吵架 尖叫聲現在是整個 而且是半夜兩點鐘囉 然後馬上就打電話 然後也就告訴他我們那個巷子的地址 但是我有個朋友的親身經驗 那個...就在外面吃飯 然後父親就吵架 先是...先是吃飯吵架 後來就開始男的就打女的耳光 男的打女的耳光就... 那實在大家都先吵架就忍住了 然後打的時候 有的男的就... 然後就去拉架說 妳怎麼打人家 那個女的說 我老公打我關女的 好可怕 這個好可怕喔 世主變公器 反而被罵耶 因為他把他老公正打一拳就對了 也是過去也是 就是說你不要這樣 一推他那個老公就摔倒了 妳知道我曾經也是我們鄰居啊 旁邊 因為我們一層是伺戶嘛 然後我們鄰居旁邊我就聽到 我很小的時候我就聽到 他們那隔壁一直晚上 就是有媽媽在打小孩 而且那小孩子哭到犀利到是 為什麼我們聽得到是 因為他會把門打開 然後把他小孩 然後關了... 這個真的是可以報警 對 然後他媽媽就... 他媽媽就一直很歇斯底底的 狂叫 尖叫 然後打他 然後呢 那小孩也是一直說 媽媽你不要打 我你不要打 然後就一直... 而且是一個禮拜連續好幾個晚上 然後有一天我受不了 我就報警 然後報警我想說 妳這樣還是有點小舒辣心態 我想說一層師傅 他想鄰居報警 他應該不會知道是我嘛 所以他就來按門鈴耶 他按門鈴他就說 剛剛是妳報警了是不是 然後我就... 我就整個無言啊 我就說好...那我們報警 那妳不要再打他了 然後但是之後他們好像也就搬走了 就也沒再聽到 好可憐 好可憐喔 陸小孩真的是 怎麼辦 對 我這個下面的題目 就是剛剛看到路人在打小孩 還有一個 看到自己的朋友 比如說 Vicky在打他的小孩 不可能... 我這個要幫Vicky講話了 不是... 他帶出去小孩 他自己都不知道小孩在哪裡 你掃在那邊 機會打他的 你掃在那邊 沒有 其實你看到你熟的朋友 我覺得看到路人打小孩 你當然就報警了 但是你看到你熟的朋友 認識的 反而他在打他的小孩的時候 要不要管 不管 是不是很難 因為我覺得這個比較難 會不會管 阿米老師 唱首歌我給你 對 是不是 反而自己的朋友呢 因為他要打多凶啊 對 如果是說那種海扁 或扁到那種小孩 我們看到都會心疼那種 如果他只是教訓他 比如說打打手心 或打打屁股 我覺得 那個多好耶 是不是有點為難 很為難 因為有些小孩他是欠打的 就你啦 就你啊 你 我說個老實話 我媽如果小時候不打我 我現在不知道混到哪裡去了 我就是那種欠打的 必須打才有用 可是如果我媽在打我的時候 你們看到你會覺得那是家暴 這麼兇喔 這麼嚴重 這麼嚴重 我小時候... 那你真的很不乖耶 不是 我媽是用... 我媽是用流星拳那種打法耶 對 我們看到你媽打的 還有反手 刀發的 雙結棍啊 對啊 你媽媽是有的 我們只會說 那媽媽好身手啊 對 戴哥 我跟你講 像以前我小姐那個兒子 對... 他就是很批... 很批...上面很批 那也就算多批 他有一天突然就很安靜坐在 他媽媽桌子上 他媽媽說今天真是 即便出太陽 你看他乖乖坐 他坐著做批的事 坐著...他就把他媽媽桌子上 因為他媽管財務嘛 那怎麼辦 一疊的這樣 他就全部這樣 我跟妳講 真的小孩 其實小孩沒有聲音的時候 還可以這樣 對 真的 小孩不一般其實最可怕很怪 我們家就是 我常常去他家說 我覺得亮亮沒聲音喔 難怪小姐 我有一個月的版稅 好像拖了一個月 原來就他 沒支票開了嘛 真的 我跟妳講 我們兩個出去常常...就是 怎麼好像有一段時間 沒聽到亮亮跟我女兒的聲音喔 一定出事 真的 所以我去 整個房間像炸鍋一樣 對 或者是在廁所 人家不知道在搞什麼 把人家廁所可能洗手台 塞衛生紙還是什麼 然後就說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覺得我想試試看 他這樣水會不會流下去 對 這一題我可能要反過來 我跟你講 哪一天你有自己的小孩 你就自己在看 這樣...現在小孩哪能打啊 不鼓勵打好不好 不鼓勵打 愛的教育 你要坐下來好好跟他說 不是說這個衛生紙啊 是不能怎麼...對不對 對 好了 來 我覺得這個狀況啊 看到因為路上有人 這樣一走過去 把人家的包搶走 你會去追嗎 會 溫馨 看那個被搶的人還好嗎 有沒有跌倒 受傷什麼 那個搶到跑遠 對啊 怎麼跑走了喔 因為還是會有危險性 對 應該不要追 應該是問說你有沒有事 然後幫他報警 因為如果追的話 那個人有道路什麼的 我們沒有幫他搶回來 你看 就沒有人會追耶 會吵嚇就是前面的人追他 小心... 都會大聲喊啊 一定要大聲喊 一定要大聲喊 這個看到有人昏倒在路旁 那是一定會的啊 這一定會 怎麼了 那是什麼 不是 你會做什麼 你有什麼顧忌 就是他如果是昏倒 你過去首先第一 要先聞他有沒有酒味啊 或者是喝醉 醉在路邊 但是反正不管是 不管是什麼樣的情況 都一定是先叫他 幫他叫護救護車啊 其實我覺得叫救護車 你不要隨便去抬他 對...不要動他 對...我覺得有一點點嘗試是 因為你動了他 到最後他叫人來 誰動了他什麼...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叫救護車或是報警 報警 我有一次在那個夜店的樓下 不是 就是...早上... 不是 那叫什麼 就是...樓上的夜店 在棋樓就看到有那種 從樓上下來的人 就喝醉在旁邊 然後就整個嘴巴是這樣貼著 那個...那個叫什麼 路邊的那個叫什麼 排水口 對 排水口 然後我們在那邊... 幾個字...再來幾個字 他在那邊吐喔 然後吐了我就想說旁邊有一呼 好像他有朋友有人 就一呼又沒有人了 結果他身上的東西 都好像就也沒有了 結果我就走過去 我就說 然後他就這樣說 我就這樣看著他 因為我們在對面 茶街 喝東西 結果我就想說 那我幫你拿杯水 我就拿杯水給他 結果兩個小時過 他還是這樣趴在那邊 我就這樣走過去說 先生 那我幫你叫救護車好不好 結果他就在那邊 從凌晨大概三點 躺到早上七點 就是阿嬤出來已經跑步了 然後真的有人是警察把他端走的 不是... 重點... 那是巷子裡面 但是我也不敢去動他 問題是他根本動不了 所以我就只有放一杯水 然後衛生紙 但是我也不敢摸他 因為其實我也不知道 他如果身上... 其實妳也抬不動他 對啊 而且他身上東西不見 如果他清醒了 就說我摸過他怎麼辦 因為沒有人可以證明 所以我也不敢碰他 好 其實通常在幫人忙的時候 是要有一點智慧跟腦袋對不對 我都很怕Vicky 路上不能到車禍 當然是報警的 這個沒有問題 行車糾紛 行車糾紛 我覺得有行車糾紛的人喔 通常也是脾氣暴躁的人 對... 對不對 但我有碰過七三趴二的人 怎麼樣 我自己的父親 我就在...我就回到家 我就打籃球回到家 發現我們家的車 有兩個男生騎... 兩個人騎一台摩托車 就靠著這樣 我就看...這很像我的車 我就走過去看怎麼樣 然後那兩個大概是高二高三吧 然後開車就是我爸 然後他們就好像有一些什麼 小摩擦 他對我爸講話就超不客氣的 但是看我... 我不是一個人回家 還有其他的求友 我也趕快衝上去的時候 他們就騎車就跑 然後我爸就是被欺負... 因為爸六七十歲了 這樣子耶 然後但是我也追不到那兩個 這故事有一點點無聊 有一點難過 對啊 好悲氣喔 因為... 好 行車糾紛其實... 行俠仗義有條件 客帆只愛 辣妹妹 街上看了一個女人 在那裡哭泣 你要管嗎 女生哭 不管什麼年齡啦 都一定要去OK 我跟妳講 妳不要聽他那邊這樣廢話一大聲 他光是跟我們人妻出去唱歌 門開了看全部都人妻門關 他最好會關心街上的人 這個話妳就有點誤會 如果街上哭的都是人妻的 對 那就是妳們老公有問題 幹什麼屁事 行車糾紛 像...我前兩天就聽到一個 真實的 像我們的製作人 女生很漂亮 他就車子開開 人家撞了他 他就嚇了 他就說 那個人就說 我很忙啊 又拿了點錢 然後就走了 後來他上完車以後 驚魂定了以後 他發現 對 他也太好笑了吧 你被追尾 然後你去賠錢是吧 他可能沒有遇到 對 他一下起來就說 要我賠多少錢 馬上喔 所以這也是解決行車糾紛 很好的方法 立刻認錯 就花錢了事 掏錢就對了 那個人其實就不等警察來 也不等什麼 我們就說下次你說 你就也不要多講話 也不要跟人家吵架 就等警察來看是誰對誰錯 他沒有 他非常的謙卑 可是撞到哪裡 所以就是怕麻煩 怕麻煩 怕要太久時間了 真的 好 來 有車子又快要撞到這個 這個 怎麼可能不出來的 一定會出來的 真的是屈中恆的強項啊 真的 他常... 他就常常遇到 不是 他常撞小孩跟狗 不是 他開車 他開車 然後有媽媽 比如說我們常常會開車去接小孩 那有些父母是騎摩托車嘛 什麼 騎摩托車 然後就會突然喔 就是他開直線 然後那個車子就會突然 從內線這樣尻過去 然後他就差一點要撞到了 他就會很生氣... 把窗戶搖下來大罵那個父母 就說 你說這樣很危險 我差點撞到你們 你有載小孩耶 用他那個丹田十足的聲音 去罵那個人 然後把那個人罵到下 嚇到 然後... 然後那個人就跟小燈想起 就跑過來 把車騎到我們旁邊 就大罵他 你以為你是藝人了不起喔 對嘛 其實是會這樣 然後說 這是你開車要撞到我小孩 不是我小孩要撞到你車子 就反而他會被罵 被罵對不對 可是他覺得那個人的 騎車的行為太危險了 我覺得現在早上 尤其早上送小孩的時候 真的很多那種 可能大家都還沒睡飽 那個車真的簡直是亂開耶 所以真的也是會這樣子 還有一次 颱風天也是在巷子裡面 那個車開多快啊 在巷子裡 而且下大雨耶 然後四個流氓坐在車裡面 開超快的 然後也是差點撞到 我婆婆抱著小孩 Emma 然後呢 要走去車上 結果他開超快 就差一點要撞到他 然後那個水已經 他經過 那水已經潑在身上這樣 你看他開多快 然後我就拍他的後車箱 我就說 你們到底有沒有看到小孩啊 我說你們四個全部都瞎了嗎 然後那個人就很了解 我覺得你講這個話 比較人家會信他講 你看起來比較像大姐頭 對 然後因為那個人 為什麼還拍得到他後車箱 是因為他自己也知道 差點撞到我 所以他有停下來 然後他想要看看發生什麼事情 我就拍他後車箱 我說你難道沒有看到 一個老人抱著小孩嗎 你怎麼會這樣子呢 你怎麼這樣子開車 然後那個人就搖下衝動說 他就穿吊架 他說你怎麼... 他也知道他自己理虧 講不出來 這還算不錯啦 因為他就真的理虧 我說你在巷子裡面 而且這是雙向道 第一 下雨天 第二 已經視線不足了 你還開那麼快 說不定正在跑路 對不對 好... 對不起 對不起... 好 其實還有一種情況 比如說 你在街上看了一個女人 在那裡哭泣 你要管嗎 立刻見步 我會給他衛生 見步先看 長跳跳的 Vicky 走了 那我哭死在街頭 哭完就沒事 但如果... 好 我覺得這應該是分年齡 很重要的有一個年齡 比如說12歲以下哭 你一定要去管 對 你會問說媽媽呢 家長呢 對 17 8歲在哭 可能剛吵完下 可是你知道12歲以下小孩 我有一次就是在做活動的時候 然後空檔的時候 就看到一個小女孩在哭 那個女生大概跟Emma 比Emma大一點 她就一直哭 然後我在百貨公司 我就說妹妹 妳怎麼了 她說媽媽不見了 我說好 媽媽不見 那妳先跟著阿姨 因為她就在我做活動那個台前面 我說妳就跟著阿姨 我們就在這裡等媽媽 然後要不然就是等一下 如果媽媽還沒回來 我帶妳去服務台這樣 後來她媽媽衝衝媽媽回來 罵我耶 她說妳怎麼把我小孩帶走了 我說妳的小孩在這裡哭 其實我這麼說是因為 最近有很多人不是抱小孩嘛 人家的小孩 其實當然 那個媽媽罵妳 其實她可能自己理虧啊 而且妳是藝人嘛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了 但我就... 親眼看過人家別抱小孩 一個哭一個那樣 有人在旁邊說 我幫妳抱一下 沒有人就... 對 她就是害怕 因為我不認識妳是誰 是...突然要去幫人家 而且現在社會上線太多了 對...抱小孩 所以當小孩 女生在哭的時候 男生或者在哭的時候 妳會去... 男生哭 讓她去哭 女生哭 不管什麼年齡啦 都一定要去問一下 我跟妳講 妳不要聽她那邊這樣廢話一大堆 她光是跟我們人妻出去唱歌 門開了看全部都人妻 門都哭了 她最好會關心街上的人 這個話妳就有點誤會 如果街上哭的都是人妻咧 對 對啊 那就是你們老公有問題 幹我屁事啊 所以就不會關心啊 我總不能過去 結婚沒結婚了又走吧 妳可以... 妳可以正常的一點說怎麼了 這樣不行嗎 一定要結婚沒嗎 那... 什麼時候中韓在比賽 沒有 我會過去拍拍她說 謝謝 OK 妳會嗎 我會看情況啊 如果她很歇斯底里的話 我就會在旁邊觀察她久一點 如果我沒事 我都會... 我覺得她很像...她好像很閒 可以看那個人倒在那裡 真的 然後待四個小時 然後待四個小時 人家吵架 我也都是在旁邊看 看大概很久 我確定說他們真的只是吵架 對 沒事 我就會走了 但我不會清楚妄動去親近人家 因為我會怕被攻擊 或者是怎麼樣 可是妳這個真的也要小心 這當然我剛剛講 這不是發生在台灣 是我朋友在內地 她碰到的事情 她就是在路上 在一個廣場 看到一個女神淘淘大哭 然後她就過去關心她 她就過去說怎麼啦 她一碰上的時候 她男朋友就跑出來 超大聲的 然後大家就以為她搶些 詐騙集團 對 就超大聲 然後就後來... 害她後來不太敢幫助別人 我突然有一個女生哭 我覺得在不熟悉的地方 或者是滿奇怪的地方 大家還是小心一點 我覺得不如去告訴警察 這裡有一個人 看起來怎麼樣 因為其實 倒不是說不行俠仗義 有的時候 真的沒行俠也沒仗到義 就是害自己惹一身心對不對 但是對朋友就不一樣 對不對 妳聽說常常為朋友行俠仗義 我沒有常常為朋友 然後後來就會變成是雞婆多事 但唯一有一次行俠仗義的是 到現在 我自己沒感覺 但是到現在那個當事人 還會很謝謝我 就是康康哥 那是發生在十幾年前在夜店 我在夜店上班的時候 他來夜店玩 他那時候剛出專輯 然後他就被一個名人喔 是很有名的人 真的 被一個名人一直拱 拱喝酒 然後一直叫他請客 就是有一點在欺負他 那我就經過了 我就跟他講說 你不知道他是誰喔 他是康康耶 他很有名耶 他是歌星 他是名星 他在出唱片出專輯耶 你怎麼可以這樣對他 我就只是這樣子 然後去告訴那個人說 他是很有名的人 你不要以為他 就是可以欺負他這樣子 然後可是 就是我這樣講有用嘛 後來真的 那個康康哥就很謝謝我 他覺得就是說我... 就那個人說 你是康康啊 因為我沒... 就是說至少我有幫他出來 讓他那個人知道這樣 可是我自己都沒有感覺說 這次有幫到他 可是他現在十幾年了 他每次看到我還是謝謝我 所以我就覺得還滿窩心的 Vicky 雞婆又買夢 想見火大 透空刀 之前我女兒生日 然後就叫我跟我... 他爸爸跟我帶他出去玩 他就說你們兩個 現在是很好啊 要不要再婚 對 你們還沒離婚喔 這幾乎是白目耶 你不要用自己換主題耶 今天是講雞婆多事 沒有 換了 這個雞婆多事講完了 我跟你講 我現在跟徐霞正義 就是說至少我有幫他出來 讓他那個人知道這樣 可是我自己都沒有感覺說 這次有幫到他 可是他現在十幾年了 他每次看到我還是謝謝我 所以我就覺得還滿窩心的啦 那關於雞婆的事件就是... 就是小燕姐也在 那那一次就是我們跟小燕姐 還有跟秀秀姐吃飯 是 然後... 然後呢 你真的有更驚訝 什麼事 我好關心喔 來說啊 因為之前他跟媽媽有一些誤會 對 然後媽媽就不高興 然後我就覺得我站在朋友立場 我就想幫他說話 其實我覺得人家家裡的事情 有的時候 然後喔 是很難去斷定他氣在哪裡 對... 或者是要解的方法 像妳這種就是不太知道 就是一直去講 害他媽多喝了好幾杯 真的 其實小燕以為只有我媽媽 他對我爸也是 你知道我爸那天生日的時候 我們就辦那一個地方 然後剛好那一陣子可能 因為最近我跟我爸 又比較少聯絡一點 就不是可以 就是大家都在忙 然後呢 可能你知道記者 有時候可能太累了 所以有時候可能傳話的時候 忘了多加點幾句 少加了幾句 那所以呢 就導致於我們兩個 就有一點點誤會這樣 他那一天大家 那因為你知道 家人就是這樣 就算有誤會 看到本人什麼都沒了嘛 這就是家人嘛 這時候呢 就有個雞婆大神 就到了結尾 大家都很和睦的時候 已經切蛋糕 我跟我爸兩個也合照親切 然後什麼誤會都沒有 他就說 真的不是不愛你啦 你們兩個誤會 不要有誤會 他就... 什麼節骨眼淨 這個叫做 雞婆多事外加哪壺不開心 哪壺 對 我的作用不會 那妳再拍借我一下 很久沒有看到這個名人了 沒有 我的作用名就是 哪壺不開心哪壺啊 對 還有很多人像他這樣子 人家夫妻有的時候 全一陣子吵架 後來就好了對不對 然後兩個人 我們一起吃飯也要 通常就會有一個像他這樣子 其實他很愛妳耶 他其實是滿愛妳 對妳很好耶 那女的臉就開始變 有沒有 就想起那個 對他不好的事情對不對 他真的對妳很好啊 還要再提一下 人家都忍住了 穿著 通常這種真的是 他超不會看場合的好不好 那個之前我女兒生日 然後就叫我跟我... 他爸爸跟我帶他出去玩 然後玩完之後 就他們一家也是啦 然後我們就一起出去吃飯 晚上出去吃飯的時候 我跟妳這樣當然就是 大家有說有笑的 他就說 妳呢 墨西蘭市很好啊 要不要再婚 好啦 對妳們還沒離婚喔 妳實在喔 不是 我覺得真的 他們兩個真的很有默契 默契到我就覺得 在旁邊一直笑...這樣子 所以我先說一句中道話 不是改變嗎 不要用自己換主題了 今天是講雞婆多事 沒有 換了 這個雞婆多事講完了 我想 行俠 我現在在行俠站立啊 我也自己行俠 對啊 妳怎麼搞什麼妳啊 好 我還看過有一些 會雞婆多事行俠仗義的人 就是呢 她跟媳婦很熟 她總覺得婆婆對媳婦不好 那她很希望那個婆婆 會喜歡這個媳婦 然後在吃飯的時候就會說 婆婆 妳媳婦真的很好耶 她常常在我們面前講 婆婆妳有多好 婆婆心裡想 妳講這麼會 我好像也是會是這種人 對 這樣婆婆會說 妳該不會是在她的面前 講很壞話吧 對 就是 那個婆婆笑得我們在... 我跟你講 她就是這麼... 有時候我們吃飯吃一飯 Out of Norway 沒有來由喔 她就會說 妳說這句話是不是就會引起大家 靠妳在講什麼 是不是 她就是... 她就是其實是她發出內心 覺得婆婆對話 可是妳忽然講這一句 大家都想 那媳婦是很常在告狀嗎 對 還有很多人比如說 這個徐展顏 吃吃飯的時候定了 其實徐展顏還是個不錯的人耶 這話什麼意思 對啊 在外面都講我不好嗎 引射手是怎麼樣 之前聽到都是一些這個... 那個豬狗不如的話 然後呢 她好像趴在現場 聽看到的學長人本人 對 不錯 對 就這種人你真的很怕 她好像是在捧妳 其實真的很可怕對不對 學長人不錯耶 沒有很花耶 沒錯 好像她是在現場聽 對 摔倒 摔倒對不對 我自己走出捧外 什麼 這一趴要不是我 對 這種... 這一種很可怕對不對 我還怕就是 我明明就是帶著這位 我身邊的女生 跟我那朋友 真就是第一次見面 怎麼跟妳講 她很常幹這個 她操場的 是喔 戴了以後她就說 就會一個很熱絡的 我也覺得OK 給我面子 我的女朋友嘛 也給我面子 然後最後會多一句就說 這就是跟上次那個邊一樣 哪有上次啊 沒有 我會說 對 然後而且是她永遠在 沒有人問她意見的情況下 自己發表情好 我會說這個比較好耶 我不會說上次 她會比如說 比如說這個女生 因為我們自己大概是知道 摸摸鼻子就算 那妳叫錯名字 妳就自己收回來 妳就不要再講了 她就比如說 她可能叫Vicky有沒有 她說這是我女朋友Vicky 你又換了喔 妳這樣講 我想到了 妳會遭受到Vicky這樣 我覺得妳也是罪偶音的 我怎樣 因為她... 我只要帶女生 她就覺得我跟她要交往 她就呼唧唧唧啪 亂拱一通 小禎會這樣 她是拱王啊 對啊 我是拱王啊 怎麼樣 妳覺得OK啊 我當然會說她不錯啊 因為她聽到啦 不錯啊 好 就開始 妳們兩個交杯... 我叫妳交杯... 沒有叫妳交配 妳自己想歪喔 不能出來 妳交杯 不能喔 還沒有跟她交杯啊 不是 這樣手扭起來就... 自己在那邊想歪了你 我又看妳 好 我想請問一下 各位都念過中學 在中學的時候 看到同學霸凌 有出來伸張正義了有沒有 其實我覺得霸凌這件事情呢 應該是從盤古開天屁地 皇帝跟次有打仗的時候 應該就有霸凌了 我個人在國中的時候 國中那個時期就又很尷尬 對 可是我一直秉持著 你只要功課好像 就不怕被別人霸凌 真的嗎 對 我國中個頭很小 那可是呢 我功課還算不錯 我念介受國中升學學校 那就有班上功課又不好 然後又會被人家欺負的人 那就有很多同學 譬如說中午吃飯 就是去夾他的便當裡面菜來吃 對... 我就會跳出來 我就講說你不可以這樣 對 然後那個 長得很魁舞的那個同學呢 他就跟我對上了 我就跟他打起來 可是他不敢打我 因為我是班長 我就直接跳出來講 對 我覺得只要功課好 對 阿諾應該也會 我會 因為你知道嗎 我國中的時候 就是有些男生學長就很無聊 我們同學 女生在下面掃地 他們就會這樣子丟東西啊 有些人很壞就這樣 噓...這樣吐口水下來 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你很幼稚 我現在已經警告說 你們不要再吐喔 再吐我就上去囉 結果他們還是這樣子 噓...他們不會吐我 他們就吐別的同學 然後我們班女生都很溫柔 都不敢要講話 然後我就上去 我就說我幫你們討回公道 我就上去 我說你在吐什麼... 跟我們班同學說抱歉 然後他就不要 說抱歉 然後他就跟我這樣 坐在那個什麼欄杆旁邊這樣子 他就這樣耍睡 說我不要啊 怎樣 我不要啊 我也不知道我哪來的勇氣 我就衝過去 就抓著他領口 我是這樣子喔 他就很害怕 我就把他這樣往外推 我說 好熱喔 就說再見好了 妳不說錯了 妳就說再見嘛 真的嗎 他一向輕微全物模仿 可是我真的很生氣 我就說你再不跟他們道歉 我就放手了 可是妳知道嗎 我超創的 因為我是一個女生 我根本就沒有力氣 就一直抖一抖 我這隻手就穿在那邊喔 我最吸引了想說 你趕快說對不起喔 我沒力了喔 然後他也是很害怕 就這樣 對不起... 然後我就把他放上來 可是我之後就說 妳不要再這樣子對我們班女生 但我們班女生 其實就沒有說謝謝 他們就說 妳幹嘛上去惹事生非 然後就跟老師說 反而說妳惹事 反而說妳惹事生 對 他們就說 我上去跟學長打架 然後還把學長要丟下樓了 我就說... 可是因為學長很帥 沒有 我已經忘了他長怎樣 我只知道很無聊 然後他... 但是最後他們也都不理我 我只是為了覺得 不想讓我們班女生被欺負 可是他們就覺得 我是一個很愛惹事的人 你看這就叫吃力不躺好不好 對不對 對不對 不知道 你在學校有... 霸凌別人嗎 我想說霸凌有沒有舉發過我 沒有啊 以前是真的 在那個學校的時候 以前國小會有那個水彩課 然後我記得以前 我們在洗水彩筆 水彩筒的時候 就男生就很... 對 傻 然後要不然就搶那個女生的 水彩筒跟水彩筆 然後我真的就曾經從五樓 我們以前教室在五樓 就這樣追...追他一樓 操場繞了一圈 把水彩筆搶回來 然後就還給同學還告狀 這個男生到現在未娶 因為很害怕 有陰影... 有陰影 真的 張特帆呢 我們以前紅海倫六個嘛 裡面感覺比較柔弱的就是韓智傑 然後比較票漢就是王海倫 對... 那你們有霸凌別人嗎 有 因為韓智傑 因為他是偶像團體嘛 他是讀協和的 然後呢 這件事情 就不巧被王海倫聽到了 然後王海倫就揪我們其他的 紅海倫五個去等 看是誰要欺負他 對... 結果那個人看到就不敢出校門 然後我們也覺得達到目的了 就可以了 還好我們那團體有六個人 如果是小虎隊就難處理 對... 你們以人數取勝 因為蘇友鵬在學校 好像也常被欺負 吳智傑就沒去過 對啊 你怎麼這樣子啊 因為他們那一團人比較少嘛 你看 這個就是很雞婆的人 這樣就這樣... 這樣出主意 今天我們講了很多的新校長 也講了很多的雞婆多事 但不管怎麼樣 其實關心別人一定是好 但是關心別人的時候 其實也要衡量自己的能力 對 有的時候不要惹禍上身 那關心別人是很重要的 但是用一個正確的方法 今天非常謝謝各位 女生安全